您好听众朋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生活在海外 我是文一 很高兴在电波里和您相遇 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感受 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英国皇家超级豪华邮轮 也是白星航运公司旗下的三艘奥林匹克级邮轮之一 在他服役期间是全世界最大的海上传播 1912年4月10号泰坦尼克号展开首航 也是唯一一次的载客出航 最终的目的地是纽约 但是4月14号至15号的子夜时候 泰坦尼克与冰山相撞发生沉默 有1514人罹难 成为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的传难 好莱坞著名的创作导演监制詹姆斯卡梅隆 1997年制作了浪漫的史诗灾难片 泰坦尼克号轰动全球 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 卡梅隆按1比1的比例复制了泰坦尼克号 好自昂贵的复制布景 都在拍摄沉默场面的时候遭水流摧毁 而且当时为了天璞制作的经费 影片拍摄完毕以后 有95%的复制船结构已经拆除 当成废铁变卖了 然而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有生之年系列之泰坦尼克号的复制版 泰坦尼克2号要来了 不过这一次不是You jump I jump 而是You go I go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由澳大利亚义万富翁 克莱夫·帕尔默发起打造的 泰坦尼克2号将于2022年首航 邮轮将从迪拜出发 前往英格兰的南安普顿 然后沿着1912年 泰坦尼克号首航的路线穿越大西洋 最终到达美国纽约 时间大约是两周 泰坦尼克2号将是泰坦尼克号的复制版 从邮轮的设计 载客能力到首航路线等方面 都是最大程度的复制那艘 于1912年沉没的泰坦尼克号 西林迪翁的《我心依旧》因犹在尔 而泰坦尼克的浪漫爱情故事还会继续吗 据CNN报道说 泰坦尼克2号设有9层甲板 一共有835间客舱 可以容纳2435名乘客 船舱就如泰坦尼克号一样 分为一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 泰坦尼克2号还将还原舞厅、娱乐室、西安市等等 甚至还设计了土耳其式浴缸 力争给乘客最奢华、最真实的体验 据说这个游轮还为乘客提供复古的服装 当然了为了避免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悲剧 在110年后复制的这艘游轮与原版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的 据《每日邮报》报道说 泰坦尼克2号的总吨位为56000GT 而泰坦尼克号为46000GT 泰坦尼克2号装备现代柴油发动机 避免木箱板已符合现代安全规则 此外它要改善三等舱的环境 最最重要的是 泰坦尼克2号将配备足够的救生船、救生衣 以及更现代化的导航和雷达设备 蓝星航运公司的CEO帕尔莫说 蓝星航运公司将复刻泰坦尼克号的真实体验 据《纽约时报》报道说 该公司此前表示 已经有几千人表示要预定船票 一些人甚至愿意花费上百万参加首航 不过暂时没有关于何时开始售票 定价为多少的消息 所以这一次 你愿意登上这艘邮轮 寻找你的杰克或者罗斯吗 关于泰坦尼克号的重生 据CNN报道说 早在2012年 澳大利亚矿力巨头 亿万富翁克莱夫·帕尔莫 就提出要打造泰坦尼克2号豪华级世界邮轮 并且提出将于2016年首航 但是在2015年 因为资金争议 泰坦尼克2号的建造计划搁置了 一直到今年9月 帕尔莫宣布重新启动 泰坦尼克2号的建造工作 据英国卫报消息说 帕尔莫称 由于英国脱欧 蓝星航运公司的造船总部 将从英国伦敦搬到法国巴黎 卫报还说 建造泰坦尼克2号一直是帕尔莫的梦想 据近日美国报道说 帕尔莫已经为这一计划批准了5亿美元的资金 帕尔莫说 1912年 泰坦尼克号是梦想之船 近一个世纪以来 因为它的神秘性 复杂性 以及代表性 泰坦尼克号成为了一个传奇 上百万人梦想着登上这艘船 感受它独特的威严 也因此 帕尔莫表示 泰坦尼克2号守航之后 还将环游世界成为实现梦想的邮轮 1912年4月15号 号称永不沉默的邮轮的原版 泰坦尼克号 在守航中即以冰山相撞 造成1514人丧生 这个事故被称为20世纪人间十大灾难之一 而《沉默事故》中最后一位生还者 米尔维纳迪恩也于2009年去世 享受97岁 而1997年卡梅伦指导的电影 由莱昂纳多和温斯莱特主演泰坦尼克号 在赚足了票房的同时 也赚足了众人的眼泪 泰坦尼克号成了一个美好的悲剧 现如今 尽管帕尔莫信心满满 但是对于泰坦尼克二号的质疑一直存在 据英国卫报说 许多人对帕尔莫的信心不足 原因是 帕尔莫此前曾经在昆士兰州建了一个恐龙乐园 然而33%的到访者评价为可怕 澳大利亚媒体称 净资产达4.25亿美元的帕尔莫 具有强烈的表现欲和被关注欲 但其信用度非常低 因此许多人对于他发起建造的泰坦尼克二号 并不抱希望 此外 尽管帕尔莫的蓝星航运公司称 会配备远多于2000余名乘客和船员的救生艇和救生衣 一些网民还是对此表示怀疑 有一位推特用户还开玩笑说 我希望能亲自核对下乘客的名单 此外许多网民对于复制泰坦尼克号的整个计划都不买账 一些人认为这个计划非常吓人 一位网友讽刺到 以最严重的海难船命名一艘船 真是个好主意啊 此外则有网友对泰坦尼克号撞击的冰山难以释怀 Well多亏了气候变化 至少没有冰山可以撞了 还有网友对船上的状况进行调侃 当你发现七天的旅程中没有WiFi没有电视 花了大钱上船的这些人将怒火万丈 不过也有人回应说 有谁会登上邮轮却光顾着上网或者看电视啊 所以问题是 你敢做泰坦尼克二号吗 相比卡梅伦电影《太太尼克号》 那个甜蜜浪漫的爱情故事 中国的诗人徐志摩用简单的词语 就描绘了一幅罪人的风景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坐别西边的云彩 很多中国游客到剑桥来 并不一定是想看这里的学术气氛 更多的是被徐志摩笔下浪漫的康桥所吸引 如今 从白金汉宫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德 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牛津郡 吉德林顿村 英国的许多地方都在吸引中国游客蜂拥而至 然而剑桥市的一位议员警告说 眼下该市正陷入被中国游客淹没的风险 议员约翰普希金表示 剑桥必须制定一项阻止他们分治踏来的政策 他的这番话得到该市旅游服务机构的符合 后者表示 多达50人组成的中国旅游团 导致剑桥大学周边的狭窄街巷一度无法通行 近年来每天都有数千名的中国游客 前往剑桥大学参观游览 或者在流经剑桥的卡姆河上划船观景 他们还趋之若鹜地前往国王学院的一棵柳树旁 因为那里有刻着中国诗人徐志摩的名师 在别康桥时据的一个纪念碑 徐志摩曾经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留学剑桥 约翰普希金说 剑桥市正处于自我毁灭的过程中 他表示这座城市的旅游业难以为继 他正处于被游客淹没的风险中 当地居民发现他们将无法进入这座城市的某些地方 剑桥的旅游部门负责人埃马桑顿表示 任何时刻如果有50人同时站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前面 就会一团乱 英国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2015年至2017年 平均有1.7万名中国游客在剑桥市过夜 2016年英国借贷中国游客大约是26.7万人次 中国大陆的旅游网站协程网表示说 去年在该网站预定赴英国旅游的中国游客超过6万人次 是2016年的两倍 剑桥市议员罗斯摩尔表示 该市正尽力减轻旅游月带来的负面影响 他说如果有大量游客同时在该市漫步的话 将会使当地的居民感到沮丧 在他看来一种策略是让游客实时获知更多信息 如果所有游客都在同一条线路上漫步 就会导致拥堵 如果能让他们前往不同地方 拥堵的程度就会下降 英国BBC还报道说 英国旅游热点城市中 只有伦敦、爱丁堡和曼扯斯特到访的中国游客人数超过剑桥 在英国 中国游客的数量和游客的素质 像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 也是一个经常成为新闻的话题 名不见经传的小村镇 普通的路边鱼条店 一夜之间中国游客趋之若鹜 更让英国人感到莫名其妙 比如说基德林顿 没听说过吗 99%的英国人可能也没听说过 但是自从2016年夏天 旅游大巴把一车车的中国游客卸到这以来 这个距牛津以北大约5英里的基德林顿村的村民 宁静的生活就被叫翻了 为什么一个幽静的英格兰村庄会引来大批的中国游客呢 小村的村民也一直在闷心自问 不得其解 很是苦恼 其实这个基德林顿村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中国游客似乎对村里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都兴趣盎然 一个劲的拍照 连门外的垃圾桶都不会放过 中国人的突然涌入 不但成了村民的谈资 也成了英国的全国新闻 甚至成了世界新闻 记者呢就跟着进了村 但是似乎也理不出个头绪 英国媒体的推论之一是 中国游客被一家恶作剧的旅行社耍弄 说这个村庄是小说 哈利波特主人翁的 童年故居所在地 太阳报开玩笑说 或许是超自然的力量 把中国人送到了基德林顿 为什么中国游客会来到基德林顿 这个没有一点名气的小村庄呢 把他们送到那里的中国导游 接出了谜底 其实说来很简单 有一些不愿意额外花68美元 去附近的布莱尼姆宫参观的中国游客 被导游暂时存放在了基德林顿村 布莱尼姆宫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祖居 在那里参观不是旅行团的必选项 为什么要放在基德林顿村呢 因为原先的集合地点是在布莱尼姆宫附近 有一些游客就发现 不从旅游团订票的话 而是到了布莱尼姆宫现场买票 大约只花25美元 因此就悄悄的自己步行前往那里 导游因此丢了生意 而其他已经付了高价费的游客也很生气 因此呢导游就使坏 那些选择不跟旅行团一起参加布莱尼姆宫的人 就被留在八公里外的基德林顿 因为从那里没有办法步行前往布莱尼姆宫 哪里有什么哈利波特的童年故居啊 只不过就是游客不想多花钱 而导游不愿意多做无效劳动 被白白耍弄的恶作剧的结果 而位于意大利北部 有着118个岛屿的水都威尼斯 都快要被人海淹没了 这座城市曾经因为超抽地下水 而被专家预言将在2050年永远沉没海底 不过现在每年大约3000万的游客 却比海水更厉害 不断侵蚀威尼斯的资源 只要有两或三台游轮停靠 就意味着有超过1万名的乘客来访 当地的居民对观光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非常愤怒 甚至希望政府不要再让观光客来访了 根据CNN的报道 每年造访威尼斯的游客高达2200万人 平均一天就有超过6万名游客涌入水城 甚至比当地5万5000名居民还要多 当地人的生活空间和居住品质大受影响 甚至爆发出走潮 逼得当局拟研发新法计划禁止市中心建造新的饭店 目的就是要保护这座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的城市和其居民的权益 延长水都的寿命 报道说 威尼斯这座城市太小太脆弱 不能再为观光产业冒着淹没的风险 当地居民表示说 在威尼斯根本哪里都去不了 大批的观光客在那里吃睡 甚至在街上大小便 状况相当失控 另外当地的杂货店 面包店和书店等等 日常的商店街纷纷关门 把空间都让给了纪念品店 赚取观光客的钱 使得威尼斯的物价越来越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不得不讨论 怎么样来保护威尼斯 可能将来要提高旅游税 提供中小企业减税优惠 以及推动经济合宜住宅 让当地人有闯口气的机会 不过过了炎热的夏天 很多人可能不想去威尼斯了 因为秋天的红叶 更能吸引人的眼球 想去看秋天红叶的圣地在哪里呢 在凉爽的日本 秋日空气中鲜艳的红叶 以春天浪漫的樱花一样 能使人心情愉快 日本是能够让人感受四季分明的国度 在北海道或者山地 已经有树木的叶片 或红或黄 迎来了最佳观赏季节 你想知道在日本看红叶的圣地是哪里吗 朝日新闻报道说 青森县石河田市的 澳入赖西流 力压京都及日空的红叶圣地 荣登排行榜榜榜首 一位来自青森县的69岁先生表示说 用一计划来概括就是十分美妙 红叶以树木间洒下的阳光相映成去 美得让人感慨 而横跨青森县石河田市 以及秋田县小板丁的石河田湖也位列第四名 红叶与寺庙神社的建筑交相辉映 使京都市的魅力所在 对于排名第二的蓝山 来自冰库县的54岁一位女士表示说 因为母亲腿脚不便 所以坐着人力车逛了一圈 红色的枫叶十分美丽 这是很重要的回忆 排在第三位的是大圆三千院 尤其受到女性的欢迎 来自和歌县56岁的一位女士说 原来长满青苔的庭院地面被红叶覆盖 简直宛如红色地毯一般 是我至今看过的红叶中最美的 栗木县日光市有三处名圣位列前十名 分别是第五位的一吕波板 第七位的中禅寺湖 以及第八位的日光东照宫 来自祁福县的50岁一位先生表示说 在中禅寺的湖畔散步或乘游船观赏都很棒 由于问卷调查受访者中 有43%的人居住于东京 奇域千叶以及神奈川 因此这些关东名圣似乎受到来自 这一都三县受访者的支持 昭日新闻做的这份欣赏红叶榜单排名是 第一名 奥入赖西流位于青森县 第二名 蓝山位于京都府 第三名 大圆三千院位于京都府 第四名 石河田湖位于青森县秋田县 第五名 一吕波板位于栗木县 第六名 黑布峡谷位于富山县 第七名 中禅寺湖位于栗木县 第八名 日光东照宫位于栗木县 第九名 中尊寺位于严守县 第十名 尾赖位于马尾县 福岛县和新泄县 说实话 我对日本的地理环境真的不熟悉 以前听过的名字是 蓝山 京都 秋田 严守 还有福岛 无论从文化还是自然环境讲 如果有机会 一定要到日本去看看 不论是看春天的樱花 还是秋天的红叶 以及小尊冬天的雪 朝日新闻还报道说 中国人目前对日本的情感大幅改善 七成访日经验者是吃好印象的 据NPO法人 言论NPO等方面进行的调查显示 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印象正在大幅改善 11号公布的该调查结果的法人代表 龚腾太志分析说 访日观光客的增加改善了大家对日本的印象 这项调查在8月至9月进行 采访对象是18岁以上的市民 在日本全国各地 以及中国的北京 上海 武汉 成都等10个城市进行 得到了一共有2548人的有效回答 2013年 因为受到中日两国 关于钓鱼岛产生的对立情绪的影响 在关于对日本的印象方面回答好还算好的中国人低到百分之零点二 这种情况从2014年开始逐步改善到2018年对日本持有好印象的人增至百分之四十二点二 2017年的时候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五 这是从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记录 回答有过复日经验的中国人占百分之十八点六 比2017年增长了二点九个百分点 如果把范围缩小到有过复日经验的人 则有百分之七十四点三的人对日本持有好印象 可见直接交流机会的增加为印象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前面刚刚说过的赏鸿叶的最佳圣地之一 奇遇县的春日布市 以人气动画蜡笔小心的故事舞台而闻名 10月1号这个城市的玄关口之东吴铁道春日布站的发出旋律 换成了动画代表曲目《我是万人迷》 当天特级列车受24号台风的影响停止了运行 小心旋律的首班晴空塔线上行普通列车 在上午11点14分从1号站台出发开往中暮黑 身穿站长制服的蜡笔小心人偶也赶到了现场 与市长石川梁三以及站长古田贝纯一起站在站台上 也有粉丝把话筒或者手机面向头顶上的喇叭录制旋律 在同一线路上 来自草家市的男大学生表示说 感觉很符合春日布的氛围是一段不错的旋律 另外动画中的角色还出现在隔壁车站的显示牌 以及后车室外墙等有15个地方 人们或许可以享受寻找小心一家的乐趣 在纪念仪式上石川市长表示说 在蜡笔小心的陪伴下 希望这里是一座可以让孩子们满面笑容 有品味而且有活力的城市 最近这几十年日本的动画片聪明的衣修 蜡笔小心樱桃小丸子 对中国几代儿童的成长都有深远的影响 几年前我曾经在东京的成田机场转机 但是没有出航站楼 我想下一次无论如何 我要在日本停留几天 体验一下日本文化 或者说感觉一下 一千多年前的中国文化吧 说到机场 飞机现在成了我们每个人生活中 长途旅行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那些著名设计师设计的 独具一格的航站楼 设置精致品味独特的装修 还有琳琅满目的免税商品 让人对机场都有莫名的好感 很多人不会想到 这些富丽堂皇的地方 对我们的健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有新闻报道说 看起来干净漂亮的机场里面的设施 有些可能比家里的马桶还要脏一万倍 根据7news的爆料说 机场乃至飞机上的很多设施都布满了细菌 而且其中有很多东西 都是我们经常要触碰的 比如说自动直击屏幕 一家全约性的健康网站 针对美国最繁忙的三大机场 和航班飞机上的设施 进行了细菌和真菌数量的抽样检测 数据显示令人震惊 很多设施脏得惊人 最脏的一项就是自助直击屏幕 经过对六台直击设备进行对比校验 数据显示情况最严重的一台屏幕 细菌的均落超过100万CFU 这是对比18次以后误差最小的数据 除了最高的100万CFU以外 其他五个直击屏幕的细菌均落数 平均值为253857CFU 是不是没有什么概念呢 我们来做个比较 平日里大家认为最脏的马桶圈 平均的细菌数为172CFU 也就是说看起来干净的直击屏幕 比马桶圈脏了近1万倍 现在回想一下自己触碰的那些屏幕 有没有感觉到心里一阵阵的发凉 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吗 当然不是 这才刚刚开始 还有后机室的座椅 很多人都习惯提前到后机室等待 座椅就成了休息的不二选择 但是这里竟然是机场第二脏的地方 尤其是俯首部分 每平方米的细菌落数高达21630CFU 理由其实很简单 扶手是大家皮肤触碰最多的地方 幻想一下 如果有人上厕所没洗手 那个感觉可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再一个就是饮水机的按钮 根据调查 许多人都使用过饮水机按钮 那里呢 每平方米的细菌落数高达19181CFU 也就是说 使用的次数越多 接触的人越多的地方 细菌的数量也会飙升 这就证明 飞机上可能也有极其不干净的地方 事实证明 这个猜想是完全对的 首先是冲水马桶 短途的飞机还好 大家可以憋一憋 不用去厕所 可是长途飞机就不行了 你比如说 从纽约飞到香港 16个小时 谁也不能一直不上厕所吧 飞机的洗手间 空间又很狭小 压抑感只是其中之一 它的细菌含量也特别惊人 冲水按钮和水龙头按钮 都是细菌聚集最多的地方 我们用来清洗细菌的水龙头 反而成了细菌的大温床 冲水按钮和水龙头按钮的细菌值 是平均每平方米细菌落数 95145CFU 以后你坐飞机上厕所 会不会心里有阴影呢 还有就是小桌板 小桌板作为飞机上睡觉吃饭的利器 自然也是比较频繁使用的物品 乘客会把随身携带的各种物品 比如电脑 手机 餐间纸等等 都放到小桌板上 这里的细菌均落高达 11595CFU 安全带扣 这个数值相对来说 会让人比较安心一些 1116CFU 虽然还是很高 但是和之前上万的数据比起来 已经好的不是一点点了 是不是看过之后会有点懵呢 细菌听起来那么多 可是具体有什么危害呢 毕竟中国有句古话 不甘不净吃了没病 我们不能太过矫情吧 要是这样想你可能就错了 根据专业人员在飞机上检测到的细菌种类显示 飞机上甚至发现了葛兰式阳性球菌的存在 这种细菌会引起人体皮肤感染化浓 感染性超快 其次 厕所冲水按钮上检测出葛兰式阳性球菌 占82% 自助直击瓶上则占有53%的比例 而我们用来吃饭的小桌板上 还附着牙包杆菌占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种能够引发食物发霉的细菌 这项报告一出来 立刻引起了各方媒体的注意 澳洲许多航空公司都站出来表示 他们会对自己旗下的飞机进行整体的清洁 态度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也要从自身开始防范 那么我们下次坐飞机的时候 如何尽量减少自己接触这些细菌呢 第一就是慎用飞机上的枕头和毯子 很多人都觉得飞机赠送枕头和毯子 十分的人性化 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提供了便利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循环使用的 频率快一点可能一周清洗一次 慢一点可能一个月清洗一次 那这段时间他们被使用了多少次呢 触碰到多少人呢 又吸纳了多少细菌呢 所以最好是能够自带 飞机上的东西能不碰 尽量不要碰 第二就是谨慎的使用小桌板 小桌板上的细菌数目 大家不用再回顾一遍了吧 可是作为一个飞机上必备的硬体 我们不可能不用到它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万一你在就餐的时候 不小心有东西掉到了桌板上 千万不要捡起来吃掉 这不是浪费而是为了健康 第三就是别把自己的物品放在 椅背的袋子里 每个人前面都有一个袋子 里面可能装了杂志地图等等 但是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东西还是尽量少接触 谁也不知道前一个坐在这里的人 在里面放过什么 想一想 如果你知道里面放过尿不湿 呕吐袋这类的物品 你还敢再碰吗 第四就是不要看飞机上的杂志 前面座椅靠背上的袋子 装过什么谁都不知道 而且里面的杂志很多人都碰过 碰的人越多细菌自然也就越多 所以千万别放汗 如果真的无聊 可以自己买一本新的 而且现在飞机上都可以使用手机和WiFi了 少上网 少看书 多睡觉吧 第五就是消毒湿巾出门要必备 消毒湿巾绝对是居家旅行的首选 落座之前用湿巾 把皮肤会触碰到的地方都擦拭一遍 可以最大程度的消灭细菌 细菌这种东西 虽然说危害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我们要依旧在生活中注意一些细节 好好地保护自己 不要生病 生活在海外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